当日灵实协会的一班同工和义工 一大早就去到医院 和将军澳区的港铁站 派发蓝丝带 其实蓝丝带就是纪念 灵实协会创办60周年 我们的主题就是尊重生命 改变生命 蓝色是我们机构的颜色 是代表着盼望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英文名 Haven of Hope 我们很希望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带给他们生命有盼望 欣赞我们尊重他们的生命 以至他们的生命就有盼望 灵实医院由一班外国宣教士创立 早在1953年就提供医疗救济的工作 现时会提供医疗 长者 福康和家庭服务 亦会提供善中服务 但无论任何的受助者 他们都会坚持以尊重生命的精神去面对 我们照顾每一位的病人 无论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都希望不单止我们医好他的病 我们是尊重他整个人 尊重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好像有些随死的病人 他的心愿 我们是尽量希望能够满足 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位钢琴师来的 他很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举行一场的演唱会 一个钢琴的演奏会 我们都尽量想办法 怎样能够尊重他 如果他能够做到 可能他真的觉得 纵然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他的生命真的会被尊重 所以我们的同事就在琴行 借了一部钢琴回来 帮他举行一个小小的演奏会 其实这些是同事我们每天 在不同的工作环境里面 都在做的事 我也有一位同事 他结婚的时候 他邀请他智障人士宿舍 里面的智障人士 一起参与他的份例 甚至乎做他的伴郎和伴娘 我觉得这种就是 完全体现到这种尊重生命 改变生命这种精神 不单止林静才医生会身体力行 帮助受助者会得更精彩 前线工作的护士 即使工作繁重 但他仍然愿意付出心力和时间 去完成病人的心愿 我们照顾过一个女士 她就在这里严重的晚期 要照顾 她和先生都很恩爱 我记得她19周年结婚纪念 她很想慶祝 但是出不了她 我们都在这里帮她 搞了一个19周年的 结婚周年纪念 我记得她也有个心愿 就是想继件衣给她的先生 她也想尝试去继好她 但是有时都不太行 我们又帮她 最后她的心愿 就是完成了 这样送给她的先生 我觉得很好 她最后其实都 她离世在我们这边 领养院 我们都帮她做过 蛛丝礼拜 很多同事一起去帮她 我看到她的先生 带给她一种安慰 还有在神里 她的安息和平安 常常提醒自己 去做在每一个 院友身上的每一件事 其实就是服侍在耶稣身上 因为圣经也有说过 做一件事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其实就是做在主身上 所以我也是抱着一个精神 这一个精神去服侍每一个院友 因为有时候 其实也会有挣扎的 比如说 可能要帮院友换影片 或者换屎袋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厌务性的工作 可能你换完后就会去吃饭 其实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挺大的挣扎 但是我们因为 都会为了院友着想先 还有当我们做的时候 都会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做 是做在GSO身上 其实我们这样服侍完之后 其实就很有满足感 虽然是辛苦 虽然是严慕 但是也会有满足感 他们不单止想病人 可以对生命有盼望 香港市民都可以有这一份精神 所以发起今次的蓝丝带行动 观察香港这几十年 其实以往我们一直都有 这一份的香港精神 就是我们真是尊重人的生命 我们不介意人的功能有多少 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少 他可以赚多少的钱 他知识有多少 反而我们是看重人生命本身的价值 我自己个人是一个骄徒 我相信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一份的价值 是不在乎他身份的高低 不在乎他知识的多少 但是我觉得近来 香港似乎我们失去了这一份的精神 所以我们都希望藉着 这个运动能够换起香港这种 对人人平等 尊重生命这一种的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